菲律宾马尼拉 中国大使馆外 示威者和手持盾牌的警察推撞 场面混乱 标语牌上写着 保卫菲律宾水域中国出局 示威者称大陆无权 在包括西菲律宾海在内的 南海水域拘捕作业人员 他们反对大陆的休予令 以及大陆海警的新规定 也就是6月15号生效的第三号令 由星期六开始 中国海警实施新规 允许拘留被认定入侵中方海域的外国人 无需审判 最多可以拘留60人 我们相信中国是真正的逮捕者 他们没有任何权 尤其是菲律宾人 尤其是菲律宾人 从我们自己的水域 在我们自己的经济场 就在中国海警发布的 第三号令生效前夕 解放军南部战区 海军三上万顿级 055型飞弹驱逐舰 和一艘052C型飞弹驱逐舰等 多型主战舰艇 今日组成的训练编队赴南海某海域演习 各作战系统进入了一级战斗部署 包括仁爱礁 仙兵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在自己管达海域 维权执法 正当合理 中方已对此反复阐明原则立场 南海争端 大陆称菲律宾 做贼喊捉贼 菲律宾称中国屡屡出现的侵犯和挑衅行为 中非南海冲突升温 香港媒体分析 大陆六天五夜的跨昼夜 长航及时战化训练 明显是在为海警第三号令铺路 市井南海诸国 TVBS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